星期一逃到土耳其的伊德利普居民说 终于阿萨德总统的军队 自星期天下午开始一直在攻击他们的城市 我们正待在家里 突然飞来一架直升机一架战斗机 那架直升机朝我们投炸弹 一下子就乱了起来 有人受伤 救护车赶过来抢救伤员 这时候第二波轰炸又开始了 另一名难民说 他星期天为了躲避轰炸 在一个洞里躲了六个钟头 我们在叙利亚觉得特别危险 我们遭到六次轰炸 我亲眼看到五个骑摩托车的孩子被炸伤 其中一个下午死了 我们都非常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叙利亚发生疑似化学武器攻击事件之后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叙利亚事态的进展 以及各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政府说 有证据表明 阿萨德政府对本国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 奥巴马总统表示 美国应当针对叙利亚政府的目标 采取军事行动 但他将会寻求国会批准 俄罗斯外长纳弗罗夫星期一指出 美国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使人信服 缺乏有关化学武器袭击的地理坐标和人员性命 中国政府强调 国际社会应以联合国小组调查结果为采取任何行动的依据 包括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和谁使用了化学武器 而在叙利亚内部 对美国可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前景 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叙利亚国有通信社援引阿萨德总统星期天的话说 叙利亚能够反抗任何外部侵略 叙利亚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民族协调机构 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叙利亚局势 我们拒绝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叙利亚的任何军事侵略行动 特别是因为美国总统直言不讳地说 这种军事行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叙利亚人民的利益 叙利亚反对派则对奥巴马总统决定推迟对大马什格采取行动 等候国会批准感到失望 反对派官员说 推迟军事打击会让阿萨德总统有机会伤害更多的平民 回到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 越过边境进入土耳其的一些叙利亚人表示 即使美国对叙利亚政府采取有限的军事打击也太晚了 我们希望世界大国发动攻势 推翻阿萨德政权 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现在采取行动为时已晚 赢了 再叙利亚人敌